今次會介紹神室丁的 今次會介紹神室丁的 今次會介紹這個Dragon Engine 全新系統 所以由頭製作過 今次大家都看到畫面上都是非常精細 比起以前 除了之外今次所有東西都是無夢 自己好像打鬥長的樣子都會直接進入戰鬥玩 所以由頭製作過 今次是在店內 快速打鬥 今次是在店內 都可以打鬥 今次就像這樣 進去後廣 或是在店內打鬥 都是可以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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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準備 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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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 對 對 那 我們 的 這次加上這個Ultimate Heat Mode 可以自由儲存 那條BAR之後就可以進入這個模式去加強攻擊力 這個Ultimate Heat Mode専用的Action有很多 所以是試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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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打鬥場面的打鬥動作都是非常之多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一下 對 謝謝 謝謝 店內的戦會有戦 店內的戦會有戦會 是 如果在部門裡面打鬥的話 就會被店長討厭 暫時就進不了這間部門吃東西了 這次是因為木銅連接的關係 所以是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是很重要的地方 在街上去探索一下 是否願意 這次是因為木銅連接的關係 但是呢 所以很多疑問進不了的地方 都是會進到的 所以令大家多多期待 這間部門 就像在高地上跳下來 就像在高地上跳下來 都是可以的 結構怪獲得到的程度 高地上跳下降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怪獲 所以安心一下 如果有些很高的地方 你就可能會擔心會不會受傷 其實主角就不會受傷的 所以就隨便跳吧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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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吃多了的份量的經驗值就不會加進去 所以這一點 就像這樣 如果你有不同的食物組合的話 可能增長的經驗值會有加成的 大家去發掘這些不同的食物組合 謝謝 這次Kiyu和Kiyuがスマホレビューしました 今集主角同身一馬就可以用到スマホ 上網的話就會看到很多關於神室的情報 這次Kiyu的問題 答案 答案 解決 Kiyu的治安 提出 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回答他幫忙,解決神室丁的問題,維持神室丁的治安 現在就去看一看有什麼事發生了 在街上有貓 在街上有貓咖啡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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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因為有貓咖啡店的存在 可以在街邊餵貓,然後拿去寄貓咖啡店 就可以在貓咖啡店 在街上有貓咖啡店 在香港有貓咖啡店 可以在街上有貓咖啡店 在街上有貓咖啡店 在街上看到出現了神室丁的問題 在街上有貓咖啡店 就叫他拿火咖啡店 可以戴他身上也沒有 殘忍,但這次就放了 非常可惜,這次就不給他了 在 smartphone 上也可以拍照 拍攝不同人會有不同反應 剛剛那個人就沒有反應 有些人可能會在這裡擺姿勢 或者會對自己的耶都不明白 那現在就擺姿勢 應該可以自慢性 有四個項目 有兩種項目 有兩種項目 可以拍攝不同的表情 對,同身一馬 他的樣子會有四個不同的種類 會有四個不同的樣子 而他的樣子也會有兩種階段 那就可以大家去拍多點照 可以拍攝嗎 是… 那是吧 這個位置有點短 但是,那是電器的裏 錄像是一段時間 就完成了 謝謝 因為電視頻關係 所以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好